這個湖中蟹 都是由另一個菜變出來的 我相信你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淡白蒸蟹很多人都吃過 你知道我們人就是這樣 一天一樣東西好吃又好看又好 久了就驗 你寫東西都好 你看到這個方式 驗了你就會寫另一個方式 其實講透話 做廚師都不難的 你肯變肯改 這個是在蛋白蒸出來的 我為什麼會叫它不中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蒸這個 我要加多一個豆漿 那個是剩蛋白和湯 這個是豆漿和蛋白 沒有湯水 那你知道 豆漿營養價值很高 蛋白不用多 對肥膚對美容 不得定 上面那個醬 青豆漿 青豆漿 所以其實很特別 這個 我出了也有一間 做內海這邊做Event 立即都訂了十幾位 一個 兩國 兩個 訂了十幾位 三個 還有一個 四個 總共四個 他訂了十幾個 因為他是 美容 做瘦身 他覺得這幾個 都很健康 所以要幫我們 旁邊那個 其實是 米 米 我就 煲了它 雞湯煲 煲完我們 看了它 醉渣 這個是 幾多風格 米 其實我們 我們要 騙小朋友 吃 很多小朋友 是不吃飯的 所以在這裏 我們要騙小朋友 他們說 你是健康的 為何要放那些 炸的肉 其實 甚麼都好 你吃多 肯定是健康 吃少 就沒有這個壓力 上面那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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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 上湯 上湯 我們 煎 我們去蒸的時候 就要放多一點上湯 放多一點粉酒 然後 蒸出來 我們就拿湯來 煮 去 照開味 我們掛到那個蜆 因為我們鋪上去 所以 我們一出來 你一感覺 你看到好像是一個 糊 所以 不知道 我看了我的名字 很簡單 很貼切 我覺得你們有更加好的名字 你可以給我 我用得住 就可以排